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苏省互联网家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既是广大青年学者 创新创业的大舞台 更是一场生动的一个素人课程 围绕散事 江苏教育频道精心打造 大学生创业选拔力节目 双创新生态 为江苏省互联网家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选拔优秀参赛团队 通过这样一个农民体的手段 向社会大动展示 我们再教大学生创新创业风采 我们的创业直通车将开进全省百所招校 为大学生们提供创新创业项目的展示平台 每位登上创业直通车的创业大学生 将有100秒项目阐述时间 与他视频连线的三位创业导师 每人手握30秒加时权 在100秒时间内 如果三位导师都为他加时 阐述完成后 他将乘坐创业直通车 前往导师所在地与导师见面交流 与导师见面的创业大学生 将有机会获得投资卡 现场获得导师投资立项 或者是直通卡 直接晋级江苏省互联网家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为获得导师加时 100秒后阐述中止 一判下车 一辆创业直通车 三位创业导师 100秒黄金阐述时间 创业路上的你 敢上车挑战吗 本节目由旧业帮冠名播出 欢迎收看双创新生代 今天我们的创业直通车 开进了江苏大学 我们本期节目的三位导师 分别是 中关村双融信息技术 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院长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孵化器联盟理事长蔡震 昌林投资创始合伙人 金陵天使创投商会 副理事长胡思宇 阿甘创业学堂 简明资本董事长 教育部创业导师 吴建 100秒黄金阐述时间 30秒珍贵的家世权 导师们已经就位 你敢上车挑战吗 你好 欢迎登上创业直通车 请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大学许浩杰 然后我们的创业项目是基于赫电水煤技术 实现工业金属加工粉尘的零爆炸处理 好 接下来你有100秒的时间把这么复杂的一个项目给查出清楚 各位朋友老师 大家好 以金属加工行业为例 它的金属粉尘处理方法 都以这种干屎过滤的集中式处理方案为主 这种集中式的处理方案呢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及时的维护 且稍有不盛就会造成粉尘在输运管道内的急剧 就要引起我们所说的粉尘爆炸 而粉尘爆炸一旦产生 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我们所说的这种传统的集中式处理方案 存在我们所说的这种爆炸风险 同时它的产品的成本 投入成本就要高 中小型企业它无力去承担 所以说我们在思考 就如果从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层面 去解决中小型企业 乃至就是整个金属加工行业 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基于这个江苏大学这个 好 时间到 好的 只有一位导师选择为你加持 这个可能我还没有讲到我们这个技术 社会价值会比较大一点 没错 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棒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呢 花了一共130秒的时间 依旧在阐述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背景和行业问题 都没有切入到做什么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认为从投资角度来讲 这个创始人是很重要的 创始人本身对项目的把控力 阐述能力会影响到他后期对整个团队的管控力和对整个投资人 或者说投资机构的影响力 建议其实我们的学生啊 讲的时候不要在乎自己讲什么 在乎别人听见了什么 好你好欢迎登上创业直通车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我叫周扬我本科是在江苏大学就读然后目前呢是东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接下来是100秒的黄金阐述时间开始 我的项目呢是罗眼光威 那首先呢我先展示一下我的产品的照片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产品 这是一台显微镜啊非常正体 我们创造性的将传统的笨重啊操作繁琐的一个显微镜啊 缩小到半个手机这么大小 而且呢我们保证了它1200倍的中和放大倍数 这么小的产品 它达到了医用的一个标准 而且我们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就是我们把它和智能手机啊相结合起来 这样呢就赋予它更多的一个可想的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呢我就给杜老师呢是看一下 我们产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对金子的一个观测图像 非常的一个清晰啊 那基于此呢我们是开发了一个和上市公司的强电股份 开发了这么一款设备金子回心检测 经过简单的一个参数设置和图像采集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AI分析环节 那这个AI分析环节之后呢 我们就已经出这一份检测报告 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操作流程 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一个低成本 高精度的一个超级便携的一个显微镜 那我们目前做的是基层的一个AI医疗检验市场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市场 因为它需求非常一个充足 对于基层来说 基层的患者 他现在要去做一个检测 跑大医院非常的麻烦 那基层医疗机构 他又买不起贵的设备 那么便宜的设备 他又不会用 那就非常痛 那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这款设备 非常简单的去操作 直接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出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产品 也是所有的一个解释 谢谢 好 已经说完了是吗 好简短 对 好像没有把我们的时间完全用到 但是特别的恭喜你 在这么简短的叙述当中 说得很清楚 导师听得也很开心 他们都选择为你驾驶了 所以说这一关你已经过关了 恭喜你 谢谢 你好 请坐 这个手机显微镜 现在那个产品到什么成熟度了 是已经小批量着生产了 还是已经定型了 这款产品已经可以量产了 可以大批量产 一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和毛利润是多少 我们产品其实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那个小黑色那个显微系统 它定价2000块钱 我们成本在1500左右 然后我们另一个东西就是说 因为这是一个生化药品的检测 上面还有一个取样的东西 叫微流控芯片 这个东西的成本是5块钱一片 我们的成本在1块钱左右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则的落地应用的实际应用的场景 对你们来讲 现在就是做的最快的 最现实的是哪些呢 因为场景的话 我们目前第一个开始做的是 AI医疗检测 因为AI医疗这个市场 目前智能风口上面 而且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市场 它基层的医疗机构 像限制以下的 那就需要一个 能够解决它问题的 最好是加上 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 问题就在于 你做出来的终端的产品 会不会就是一个医疗器械 而大家都知道 医疗器械 如果要投入市场的话 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准入制度 对对对 肯定老师非常懂这个行业 医疗器械它这个行业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 在食药监局发布过一个文件 叫医疗器械的分类目录 然后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我们这个属于一级里面的 显微图像系统 是非常简单的一款 如果要入市 审核非常简单 现在的这个用去做医疗检测的 大家都有别的设备和别的方法 你这样的一个可替代性 或者说别人一定要用你的 这种必要性在哪里呢 我们最大的核心技术 就是那个透镜 透镜的设计 对透镜的设计是非常关键的 能达到大概是50倍往上的一个透镜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数码放大 能达到100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 我有个建议 就是听刚才讲 其实你是想通过AI医疗来做 来切入你的创业的这个入口 这个其实是门槛是比较高的 你也没想过 就是你这个设备可以用这个教学 比如给中小学 小学生搞那个科普 有没有 这也没考虑过 有没有考虑过 AI医疗是第一站 是市场最大的 我们第二站叫教育教学 除此以外 还有像剧情的一个检验检疫 还有像文物的一个验证 你这产品很好 能用很多个领域 但是你现在经历 只能先在一个领域先打透 是吧 占据这个领域的市场 你们回去考虑一下 谢谢老师 制造用手机就可以看的便携式显微镜 祝贺他们获得导师的现场投资一项 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 对用它这项技术能够更好落地 而且能更快起跑的应用场景 多研究去多请教 多打磨 欢迎登上创业直通车 请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智想农业科技团队的曹佳 我们的项目呢 其实是一款关于农产检测产品的 这么一个项目 所以说它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是的 现在国家每年的食品安全检测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接下来详细的内容留在你接下来的100秒 黄金产数的时间里面去说 然后在我们的导师观察室 有三位导师正在通过我们的镜头在观察你 如果说他们对你的产数的这个项目呢 特别感兴趣的话 会给你加时 他们每个人有30秒的加时权 好的 好 接下来100秒教你 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的项目是智想农业科技 打造让一万农户愿用 汇用 受用的农产检测革命性产品 现在我们国家每年的茶叶种植面积也是不断的扩张 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4400来万亩 它比2017年要上涨了200多万亩 在这么一个极具扩张的一个市场条件下 各单位和茶农也都需要更加专业的农产检测的产品 来帮助他们杜绝隐患 我们走访的12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和300来湖茶农中呢 我们去进行了一些检测调研 我们也发现大部分的茶叶在去检时不合格率呢 也是达到了大概5%以上这样一个概率 于是呢我们团队就推出了两款产品 异性农产检测试纸还有异性农产检测仪 它们可以搭配起来使用 试纸呢也可以独立来使用 试纸解决的主要是定性问题 即有什么超没超 那么检测仪呢解决的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也就是说具体那种农药是什么 然后它超了多少 试纸呢我们主要的创新点就在于 把位流控技术首先应用于了农产检测领域 它有 抱歉操架 这个时候我可能要打断你的茶叶 因为我们茶叶时间已经到了 很遗憾 只有一位导师选择为你驾驶 可能他比较爱喝茶 另外两个导师可能不太关心茶叶的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一个项目 主要是针对茶叶的是吗 对 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做到更精准的检测 和就是更加专业的是茶叶 其他农产品也可以检测 不过我们的项目 还是更加对于茶叶更合适 因为很多人可能每天 这个茶是一个必备的饮料 如果说农药在上面有残料的话 真的会影响甚至不止一代人的健康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很好的产品 希望你继续坚持做下去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我的建议就是说 在这上一模式它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第一个要考虑它这个产品 再要拿到一定的计量认证 要立足它的权威性 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以通过跟政府的合作 比如说农业的科技服务站 或者第三方的一个就是检测机构 或者说一个区域的这个茶农 提供这样的一个检测服务 它也是一个加持一个保障 好OK欢迎登上创业直通车 请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维加波 是江苏大学17级的研究生 好 加波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的项目 我们团队致力于研发和推广 在应验绝境过程中 广泛应用的 断垢机新型刀圈 接下来你有100秒的黄金阐述时间 来阐述完整你的项目 好的 现在100秒归你开始 好的 三位评委好 我们的产品是登革机的破岩刀圈 登革机是应用于穿山隧道 跨海隧道 城市管廊等应验绝境工程中 最先进施工装备 是我国的大国中期 登革机是利用其前代面刀圈的灌入和碾压 实现破岩绝境的 刀圈是登革机最重要的核心部件 刀圈的性能 直接决定了我国交通设施建设的效率与质量 未来三年里 我国应验绝境里程将达到7500公里 应验刀圈的需求量将超过500万吧 市场规模更是超过了600亿元 然而由于我国应验刀圈的性能差 寿命短 600亿元的市场 几乎完全被国外进口的刀圈所垄断 为了打破这一局面 我们团队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弹硬刀圈 弹硬刀圈具备高硬的刀刃 与弹性刀座的极佳性能配合 创造提高了绝境寿命与破岩效率 在烟台至大连海底隧道的装机实验过程中 本团队所制的弹硬刀圈 绝境寿命在190米以上 超过了平均绝境距离为165米的进口刀圈 我们弹硬刀圈的破岩效率提升了26% 售价仅为进口刀圈的80% 每公里成本下降了31% 弹硬刀圈这一项目获得过全国 第四届全国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顿购行业龙头企业中铁中工 委托我们生产弹硬刀圈一万把 到2020年预计可营收达到2000万元 或者计算完毕 好 恭喜 三位导师都选择为你加持 他们今天的项目特别感兴 顿购鸡的刀圈对钢的要求是很高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挖延石的 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 所以其实我本身这个人是比较好奇 非常希望他能过来 你讲述一下是怎么回事 陈正 我们很好奇的 你看这个很小 好 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很年轻 我叫维加波 是颜二的学生 今年24了 这项目你是主要创始人吗 是大股东吗 我不是最大的股东 我是属于技术总监 然后管技术方面的 咱们这个刀圈 到底是能够达到 这么好的一个各项性能 到底是我们对本身这个钢 本身做了一些改变 还是说我们本身刀圈上的结构上 做了一些改变 我给您介绍一下 现在进口的刀圈是全硬的或者低硬的 但是我们的刀圈不一样 我们刀圈是破岩的地方是硬的 但是底部支撑的地方是热的 然后它在冲击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个收缩再回弹的过程 所以它的破岩效率会更高一行 这是我们的那个 通过特殊工装和特殊的热水工艺去实现的 那你们现在团队里面有人是 专门负责市场这块的吗 有的 我们有那个财务和经营类的那个硕士生 然后他们就是负责市场方面的 客户它对你这个产品应该有一个试用和验证的一个过程 就试用和验证已经结束了吗 对的 就是在那个烟台到大连的那个跨海市道进行 烟台大连 对 你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技术壁垒有多高 通过机刀圈已经发展了50多年了 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们的刀圈不是仅通过工业就能实现的 还有特殊的工装 反正它需要有两顶合在一块才能去实现 它的壁垒也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 至少有三年 从刚才你表述和我们跟你交流 你是个技术型的 现在理工党嘛 就你们团队里面能不能多增加一些市场和经营 有经验的一些partner或者合伙人 这老师问的说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后面想去考虑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顾问 一个80岁的认识与老教师 然后我们正在与他进行一个合作 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在为国争光的一个项目 因为现在国内确实填补过国内空白是吧 是的 好 谢谢 有经验的这些老的创业者 或者说社会上的创业者 跟高校联合创业 这个项目就能走得更远 今天来自江苏大学的几位大学生创业者 登上了创业直通车 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创新创业道路上的成果和风采 我想无论他们的产数是否获得了导师的加持 他们的未来一定精彩可期 因为这是一个拥有创造力的时代 是一个属于创业者的时代 更是一个创赢未来的时代 一辆创业直通车 三位创业导师 100秒黄金阐述时间 你敢上车挑战吗 双创新生代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